Hello,大家好,我是阿凯 今天我们给大家用四个和弦 然后来分析一下身边上很多比较活的乐曲是怎么作曲出来的 第一首曲子的例子叫《来自天堂的魔鬼》 当然除了中国的一些乐曲是用这种合唱走向做出的曲目 然后国外的很多一些乐曲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首曲子《来非第一地》 那当然有一些老歌也是用这种走向和声走向做的 比如说《平凡之落》 那么还有老的掉牙的像韩国的一些乐曲啊 你的新歌呀 那么应该还有很多 应该还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那这些乐曲都活了 它的作曲和声方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四个和弦反复循环 好,今天大家给大家普及的比较简单的一些东西了 大家如果你还不知道哪个是都的话 那我现在给你讲一下两个黑键前面的是都 上个黑键前面的是发 你自己把它唱五五六遍基本就认识了 都就是一级 Y就是二级 Y就是三级 Y就是三级 Y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一级呢 和一个键再和一个键 共成一个和弦 就是它的三和弦 二级呢 和一个键再和一个键 共成三和弦 三级以此类推 都是和一个键再和一个键 那么四级和弦呢 五级三和弦 六级三和弦 七级 好,OK 那知道这个级数了 那咱们就构建一个反复循环的一个级数 比如说六级 四级 一级 五级 把它循环起来 就做成了乐器了 比如说咱们刚才豆子器的乐器 六级 四级 一级 那么平凡之弄呢 六级 四级 一 五级 还有什么 你的心是什么 六级 四级 一级 五级 还有什么 还可以第一 六级 一级 好 那有了这个方法 你要做一首曲子也很简单了 六级 好 把它循环起来 就是一首乐曲 那咱们现在现场做一首机心的乐曲 就用这个简单的和声走向 把它循环起来继续溜 一级 那咱们就可以把它美化一点 那么后期咱们会讲一些和声 那东西再加上一些又是个和声呢 把它稍微复杂一点 用刚才咱们谈的方法 就可以做一种新的曲子 让原创曲 六级 六级 四 好 那你当然可以谈任何的吊诗啦 像来自天堂的魔鬼 那C吊诗是这个样子 第一次讲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点懵懵的 其实每一个箭都 咱们不用古典的固定调 用手调式的话 那每一个箭都是斗啦 斗然密发索拉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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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类推 那咱们可以在任何箭上 谈任何的语题 那咱们 豆子奇的魔鬼 那咱们第一个 键六级 四级 一级 五级 在这个位置 那咱们随便点一个键 随便点一个键 那咱们点这个键 从这个键开始的话 那咱们还能不能弹呢 可以呀 那咱们要换一个键 那咱们换一个键 换这个键 从这个键开始弹 那咱们再随便点一个键 点一个键 这个位置的键 那咱们还可以继续点啊 那咱们点这个键 当然原调呢 应该是降低调啦 键低调 从这个键开始 好 那其实乐曲千变万化了 千变万化了 你每一遍弹 不一定是一样 但是呢 大的方向的 和声的方向 是一样的啦 包括调式 你在后期的话 会讲 调式怎么练习啊 你可以在任何的调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开始弹 你想要弹的乐曲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那大家一起听的懵懵的 那下边的话 我会详细给大家 一步一步开始讲 今天虽然讲的 比较简单一点啊 但是也是给一些 有稍微基础的人讲的 那么后续我会 开始普及一些 简单的和声知识 然后从最开始 弹唱伴奏 和弹唱伴奏讲起 然后那么独奏 跟伴奏 应该是怎么弹呢 请大家尽情关注 大家关注 然后后续的话 我会陆续给大家 推出视频教学 那今天再见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